福光大学校园景致优美 常常让参访贵宾流连忘返 不过要饱览所有的校园景致 却是十分费力的 因为单从校门口到主要的行政教学大楼 单程就有2.5公里 因此用步行的方式真的很吃力 校长杨朝祥发现 同样拥有广阔腹地的佛光山 以油缘车代步 因此商界了两部油缘车来到佛光大学 百万人心学的佛光大学 拥有相当多的心学委员与功德主 过去许多功德主都会来到佛光大学参访 在他们的推广下 这里的校园美景远近驰名 不过开车游览总是走马看花 走路行进却也费时费力 油缘车的便利可想而知 此外油缘车具有环保节能的设计 因此对校园空气并不会造成污染 佛光大学在有了校园油缘车之后 现在欣赏佛大校园景致 更轻松更自在 外宾可以有多一点心思 关注眼前这美丽的景色 雪色新闻 吴玉如 赖志沁 宜兰采访报导 前痛进入 等等 先回路的发行 开始